嗨,大家好,我是小班,或是可以叫我AL 然后这个专案叫History of East Asia 是在去年6月的时候 Facing the Ocean Hackathon 有来自日本、韩国、香港跟台湾的参与者一起来做 所以我们在就想说到底有什么是跨国可以做的呢 那因为我本人是生理女 然后在跟其他女生聊天的过程中发现 我们其实不太知道日本跟韩国女权的发展是怎样 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多胎啦 或者是日本到底对未安妇 台湾跟韩国在争取就是未安妇的抱歉这件事情上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或是女生在职场上收入不平均 或是像大家最近看到就是韩国的恩浩房的事件 所以我们想要一开始就想要做一个很简单的Prototype 是一个可以列出就是有什么样的事件 然后可以 我什么是新的白权 然后就可以列出事件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日本 然后是有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去年六月非常缓慢的 十二月再重启一个月界面 一个月线上一起做三四个小时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像我们现在已经有URUX 帮我们画出新版的界面 就是以手机版为主 就是我们实际上可以维持有时间轴 然后可以知道是哪个国家 然后你也可以点进去看 然后甚至因为我们现在收集了非常多不同的故事 可能有超过五十个 大家没有办法一次看完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加Tag 比如说这个Tag是跟女性的身体基础权有关系 这个Tag是跟女性职场 这个Tag是跟家庭劳动之类的 那今天会需要大家的帮忙就是 如果你是URUX设计师 你对这URUX还有想要改的话 也欢迎加入 主要的developer是在韩国用JavaScript写的 那其他人的话 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巨大的Google 有非常巨大的Google spreadsheet 你会看到大家就把英文中文 然后翻译成韩文 再翻成英文 再翻成中文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表现非常复杂 比如说台湾我们想要放母猪教 我们想要放辅大疑似性情世界 不要踩在受害者的位置上情欲流动 请问这个英文要怎么翻 或是要翻成日文跟韩文 你说我们要怎么翻 所以今天非常非常需要 你会中文英文日文或韩文 认两种语言 可以帮我们翻译的人 或者是你是见面设计师 或者是你是共语师 想要一起加入 那非常佛系 然后非常国际化 所以就是你对新闻有兴趣 让我们一起让东亚的女生 可以知道东亚发生共产血管女生故事 谢谢大家